如果投资者承受的风险能力是中等的,可以买一些指数基金,或者买一些地铁、港交所都可以。 如果你想买来中短线投资,就不建议,因为仍然很波动。 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,你讲的是战事、加息、中国内的疫情、香港疫情,再加上还有政策风险,中短线一定很波动,买来波反弹就不建议。 3月俄乌开火,中概股陷入除牌风波,恒指在3月15日低见18,235点,仓近10年新低。 3月头半个月,恒指足足跌近4,300点,跌幅近两成。 讲股市盈略PE一度只有8倍多,好多股份大坏价,腾讯一度见二字头,阿里巴巴低位见71元。 大跌后,残股大反弹,股值水平仍然偏向平,是不是长线投资者大举买货的时机呢? 我们在3月市场最恐慌的时候,请教了擅长价值投资的工程。 他认同是长线投资者吸纳机会,但提醒千万不要躬身,适宜慢慢困住买入。 我们从一个长远的价值角度来看,基本上现在有不少优质股都是可以来买入的, 因为是一个已经到达一个合理范围的底部,甚至是开始便宜的。 如果你想买来中短线投资,便不建议,因为仍然很波动,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, 你说的是战事,加息,中国内的疫情,香港疫情,再加上政策风险,中短线一定很波动, 你买来拨反弹,但其实不建议,但如果从长线角度,你买一只股票,心态上你不理短期股价, 你纯粹买了之后,好像拿着一盘生意,慢慢等待经济好转,等待公司好转, 有个心理准备,你可能要辞货三年,这样便可以投资, 但要留意,始终股市也很波动,所以就算你说,我现在长线投资, 也不建议一次过分身来买入,一定要做分注的,慢慢分注, 不能一次过用尽,如果你入货之后,你见到股市很波动, 你会很不安乐睡不着,未必适合投资,但如果你能够抵御得到短期股价波动, 你买来之后,真的慢慢长线,就没问题, 那我们策略上就建议,有资金也慢慢分,就不要太急, 那现在基本上股市真的开始便宜了,便是有个投资直播, 如果它本身承受风险能力不是太高,就应该买一些收息股, 房拓,房拓例如823,778,435,其实都可以考虑, 收息股可以有很多类,比如说银行股,工行,恒生, 中银香港,中国银行,其实都不差,还有一些公路股, 比如深高速那些,另外有一些公用股,比如说香港电讯, 或者是中电,用来收息都不差,如果投资者承受风险能力, 是中等的,可以买一些指数基金,或者买一些地铁,港交所都可以, 如果投资者能够承受的风险能力是比较高的, 甚至可以买一些进取少少的指数基金, 比如3067,或者一些潜力股的类别,比如腾讯,阿里巴巴, 中生制药,小米,当然这些股票你预计它,波动性会比较大, 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不高,就不要买一些, 还有买一些你要控制住码。 至于很多散户关注的盈富基金,刚宣布更换管理人, 将会由恒增投资管理接手,工程认为盈富基金股价, 只会受恒指走势影响,根换托手不会影响股价, 而且新管理人将会下调管理肺,对散户也是好事。 至于腾讯、阿里等科技企业,面对好像洪水般凶猛的监管, 估值大打折扣,长线投资真的没问题吗? 我们最想看核心,核心是否因为这样, 他无法做生意,是否他长远或是虚钱呢? 还是他有时罚完钱,然后慢慢能够适应到一个新的市场? 估值用回现金流漸快,就算短期一两年, 但长远只要能够适应到整个市场新环境, 其实未必看得太淡, 如果能够承受到风险的投资者, 可以考虑例如阿里、腾讯、3067, 当然他要控制住码,以及一定要面对中短期的不利因素, 等长远慢慢他们这些公司适应市场新环境, 才有机会慢慢尝回一定要时间, 所以不能够太急以为有回报, 或者不能够一次过买得太多。 另外,即使投资者顶得上短线波动, 是否真的完全不用指折呢? 工程说有例外。 如果投资者可能欠某个板块, 或者某个股票欠太多, 在现在的风险提高的情况下, 如果太过集中也不好, 一定要适当地减持, 假设他之前买得太多, 可能是阿里巴巴, 阿里巴巴基本上正面对监管, 各方面的风险, 这间公司不是不炸, 但如果他持有太多, 你会看到监管风险可以令到股价上落很大, 所以可能要适当地减持。 今集工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,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影片, 记得订阅A-Stock YouTube Channel, 以及记得留言、 赞和分享这条影片, 下次再见,拜拜!